大家好 我是生浩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更换Mac的Propore Picture 就是个人头像 其实要更换Mac的Propore Picture 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那么在还没有开始之前 请容许我打一个小广告 生浩TV会一直更新 关于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对这一方面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生浩TV 那么我们现在去吧 首先先点击左上角的Mac Logo 然后选择System Preferences 然后再点选User & Group 这一个就是我的Propore Picture 然后点击Edit 首先它有四个方法来更换 第一个就是使用他们Default的照片 Default呢 就是Mac自己原本就有的 同样的你就要选择你要的 然后按Safe 它就会呈现在Propore Picture那边了 第二 就是用MacBook的Webcam来拍照 Camera呢就是使用Webcam来作为拍摄 摆好你要的角度 然后按Tap Photo 这个就是你拍好的照片了 然后你就可以调大调小 调好过后呢只要按Safe 就可以变成你的Propore Picture了 第三 就是把你要的照片 放在Mac的Photo这个App里面 Photo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PhotoApp 只要把你要的图片丢进来就可以了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哦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哦 我们必须要先把User and Group 全部关掉 再重新开过 才可以看到这个新加入的照片 同样的点击你要的 按Nex 然后再调整好位置 再按Safe就可以了 第四 就是用Photobooth Photobooth 是我觉得蛮喜欢的 因为它有很多效果 那Photobooth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可以按Cmd Space 然后打Photobooth 现在我们看到只是一个 比较没有效果的Photobooth 我最喜欢的地方呢 就是点击它的这个效果 然后这里就一堆特效了 可以按左右来选 所以选择你要的 摆好你要的图片 然后再按拍照 有三秒钟给你 这就是刚才我拍的照片了 所以我现在关闭它 同样的 你也必须把User and Group 关完 关完再开过才可以看到这个Photobooth 这个就是我拍的Photobooth了 摆好我要的位置 按Safe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 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以上的分享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给我个赞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使用小技巧 或者是App 或者是你在使用Mac的时候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分享给我 那么我是神浩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